威後部跟羅東部開會 決定要邦領申請看護 以降的主席 包括當時服務者 死地症和身心中外症這三大組軍 未來不用百事兩表評過 用手契就能申請多一看護 不過民間團體也在煩惱說 這樣開放下去 多一看護可能會驚慌 當中的中外症要請看護 可能會更困難 威後部跟羅東部 調去邦領申請看護 多一家庭看護 不用憑都官官的主寸會議 也要請死地症 身心中外跟反省一邊頂頂 相關的民間團體去為保護開會 未來青春是 近度死地點點的三大組軍 請請多一看護 可以不用百事兩表評過 對於肢體障礙 或者是喊病 它本來有一些病症的限制 像肢體障礙就限定在 運動神經元或八斤 身是症這兩類的疾病 那我們這次也把這個放寬 保齡神經條件有三大組軍 包括屬用登舊 服務超過百年醫生 經過正身科醫師 精短是近度死地症的患者 還有心心中外重度醫生 機體跟反省一半 無憾病症也包括在來 統計差不多有六十萬人受患 有像部長四十位管理 說沒有用百事兩表評過 好處是每人不再去看醫生 只要有精短症病 心心中外的抽携 還有負荷規劃 就能申請多個家庭看護 不過外界煩惱說 了解如果是放寬 強行會讓結論度重來 但這是失地症的家庭 還好找到看護 外籍看護他也是勞工 他也有勞動權 所以他會選擇 比如說比較好的工作環境 最需要照顧 或是家庭狀況最不好 環境最不好的岸家 反而是他們最不想要過去的 失智症的特性 還有相關的症狀比較特殊 相對來講 我們在輕度的時候 就會面臨到走失 他的安全居家安全 我們認為輕度家庭的確 也還是可能會有 這樣子全日行照顧的需要 經濟劳動部上新的統計 今年七月 靠圖四年的伊甲 台灣實在偏高過一段日 比疫情進行減兩萬六千人 有國主團體議員說 問題不在八十兩票 是伊甲的來源最少 包括新加坡、香港、日本、韓國 光是在亞洲 他們的勞動力引進國 就已經不是像台灣 只有三個國家 一定要先去多開發一些勞動力的引進國 目前新請八十兩票 尚近三天就可以拿到 不過若是偏高過一段日子 尚近就要等百年 民間團體認為說 除了百兩人新請的條件 這都一定要有百多 這可以讓真正有輸給的人 使用得到 即將總學報道